可以來幫忙做一些Creative 介意的事 聽聽有甚麼可以分辨我們的創意成交理 Bernie 各位 你好 很開心在WebHunt又見到大家 早上第一個 session 經歷完打大佬 我記得 又經歷了很詳細資訊的講到 從scracking 去到一些SEO的東西 我的 topic set 今天會講是storytelling 用AI可以做到多一點的東西 我不是一個很技術的人 所以請見諒一下各位 不過我想分享一點點的東西 其實Michael Solon曾經做了一個討論 在2000年的時候 他講到人的attention span是有12秒的 在2000年的時候有12秒的attention span 在那段時間 我經常都想到attention span是怎樣去測試的 我真的去找一些資訊 他是用那些腦電圖去看你的腦電波是怎樣 是講那個attention span 所以做個 survey的時候也挺認真 有12秒的 他再做的時候 在13年的時候就是8秒 對 8秒 很震撼吧 但是我讓大家知道一件事 你知道 經常都說金魚的記憶是很短的 金魚是很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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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錯的 就是attention span是比人類好 這是一個很大件事 從這個研究 我有三件事 我立刻在腦裡面去想 剛才也說過 人的attention span 他就會用這個腦電圖去測試 我立刻想第一件事 就是這條金魚是怎樣去測試的 那我立刻想問AI 他就告訴我 是這樣的 真是感謝Judy Paul 他很多一些 這樣的 agenda出來 那我第二件事 我立刻想到的 衍繫 就是在想 Microsoft做這個 reacher show 挺好的 不過我就覺得 最影響人類的attention span 會不會其實是 PowerPoint 直接對老部 是造成一些很大的影響 都同意 而第三個衍繫 就是我覺得 我立刻在想 就是attention span 那麼短 那我們可以做些什麼呢 其實我自己就很留意一些 就是經常都在想 就是怎麼可以演繹好一點的故事 或者做一些內容是吸引人的 那我就覺得 吸引人的storytelling 其實是可以 令到 就是storytelling可以 令到你留意一點內容 看得仔細一點 那也有研究去back up的 其實在說的是 如果你用去storytelling 其實是可以 令整件事 22倍 即一些back 更加 記憶到在你的手續的腦袋裏面 所以呢 我都很花時間去想 那storytelling 怎麼可以幫到brand呢 做畫域平的東西呢 那我今天就會說storytelling 看看用AI 怎麼可以做一些輔助 那先說出自己的介紹 那我叫Bernie 因為我們看時間的 sorry 那我叫Bernie 那我 我把短片就沒有更新的了 其實你看到19年的時候 你見到我的那個 介紹了是寫 我有超過15年的 做Digital Marketing的內容 因為再長一點 其實就告訴你 我是做MSN 或者做ICQ 那些什麼 那我又做一些教育的工作 都會在不同的地方 可能教書 講Marketing的東西 那有些在媒體裏面 還有做一些之前的 之前有在一些公共公司做的經驗 所以都有機會和一些不同的品牌 去做Content Marketing social media的內容 那希望一陣 有機會可以和大家分享多一點 那我自己在我的學術的研究裏面 我都是做一些storytelling的研究的 那我自己的research 其實是on short video的storytelling的 那我平時做的一些品牌 他們的一些 其中一些的social media的宣傳 內容 那我和我的團隊都會去幫忙 我經常都會在一個謎思裏面 就是其實那些內容 是不是要不就很給Google的search engine去看 要不就給人去看 我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要不就是人看 要不就是要說人畫 要不就不是說人畫 我覺得是要拿中間的 我今天就偏向人那方面 我今天偏向人那方面的 我難道說SEO那些不是人 那 我失誘很多人 但是我覺得今天說得多一些人畫之後呢 你再可以聽聽聽我們其他speaker 有一些可能是SEO的technical的東西 或者是本身已經有些很SEOtechnical的東西 會不會加進去 你那件事更加好呢 例如剛才的EEAT 你馬上學了 會不會放在我今天 我講的這個內容裡面 可以做更加好的 就是又適合人看 又適合Google看的內容呢 我們去想一想 那我呢 就是我 我很相信中間是可以拿到一個平衡 那我出來一位網友 我不說他是誰了 那他上面呢 他剛才做一個實驗 我覺得真是 我叫他做蘇仔先好嗎 那蘇仔就說他呢 他在做一個SEO的實驗 Longtail 就從一小時前用AI製造些垃圾內容 即即是你即刻就像沒聽 即是可能不太熟 SEO他都知道 即是剛才聽到我們的speaker說 都知道什麼是EAT 就是看看能不能達到 我就記得他後來出來 他又說 啊 有什麼 是有辣 就是能達到的 那 很有趣 因為Google在 剛才我們speaker都說到 但最初就好像說到 AI的內容我就不喜歡的了 那後來又轉了軚 那就是不斷轉變 但我相信這位阿蘇仔 其實他都很努力做一些不是真的垃圾的內容 這是一個experiment 那怎樣可以做一些不垃圾的內容 又可以製作到AI去幫助呢 我就… 我想過一些事情的 那 before AI 的時候 如果真的要做一些 content marketing 的事情 我覺得我們其實… 人類多需要花很多時間寫東西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同意 就是想死的 是吧 那有AI 但我現在講的AI可能大家普遍一些會用到的 在香港可能用TOE 或者可能都有用ChatGBT 或者OpenAI那些 所以如果你用AI的時候 你叫他寫東西都很方便的 很方便 整天都聽人家說寫posts有點 現在不用找agency 不用找… 所以幾難找食 就是想想一下 我們做粗粗media 那怎樣呢 找一句prong就可以了 老闆說不用請人了 這句prong可以嗎 哇 你們真是拍的 就是這件事 可以的 可以拍的 但你不要當… 就是一些個案 有些正點 OK 你會不會是… 我就是一個… 當你是一個professional的 Megatan 你幫我寫個blog post 那你知道就出到post了嘛 就是 general content了嘛 大家行不行嗎 行不行 不行的 喂 有沒有一些好一點的招式嗎 習司長 那要怎樣 怎樣可以好一點 有些技巧是人做到Ai 就是雜誌 但人做到辣 可能在某些… 就釣些魚 你給他… 能夠吸引一點 OK 然後看下去這樣 Good 可能就跟他說 寫多個hook出來 可能頭那段 麻煩你要… 要多加別人的tension 第一句 就是有些策略在這裡 還有沒有一些招式 可以去延寫這條project 可以的 這個 你現在有個玩法是… 就是一定要有好分工技巧 穿著Ai 就是你老一個… 就是我當你給你10篇 example 他… 然後呢 給他一個structure 我要你跟這個structure 教這個方法 OK 就是直接給他一些style 給他一些example 讓他學習那個style 讓他… 甚至乎那個tone of voice 可以學習 那這個很好 這些是比較… 比較brand那邊 我經常都在想著 就是如果我們要講故事呢 就是一個講故事的人 還有一個聽眾 是不是 那我就在說 啊我不如找一個 會講故事 或者會做marketing 給那些example AI去看 然後叫他寫出來 那這個都是brand 就是storyteller那邊 是不是 那我今天呢 我就想說 那一點 如果你這樣用AI 有些似是… 我覺得坊間做得太多 有些似是… 就是魔術師 今天變一些posts出來 那我… 那我… 我… 我覺得真是出到些posts的 但是… 那些posts就不… 我真的覺得不是這樣 就是… 剛才在座一些… 各位的AI專家 在那裡說了 可能給他一個hook他 叫他學習一些東西 才做 其實會enhance了 但我仍然不太贊成 或者不太覺得這種… 就這樣變魔術式的方法 我想OpenAI初期… sorry… AI的初期 令到很多些中小企 或者一些… 就算是大企業的老闆 就覺得這件事很神奇 但是神奇那段過程 應該過了 你不要再當它是魔術這樣看 怎麼可以應用得好些呢 我們剛才說 Writing那一部分 是我們人類 就是做Counted Marketing 最花時間的位置 那我覺得有AI之後 我們那些… 你不要只覺得 你省了Writing就算了 可以快點 給一些文章出來 那我們會不會可以想一想 就是… 怎樣可以將那些Effort 放回多一點點 在其他的地方呢 所以我今天就想… 就是特別AI take care了這部分的時候 所以我今天想知道 魔術棒 就不是放在Writing那裡 就是不夠大家用AI做Writing 不然就想多一點點 怎樣放在Strategy和Research那部分 好嗎 AI放在Strategy和Research呢 我覺得最主要 我想解決第一件事 就是剛才說 人類只有那8秒的時候 我可以做些什麼呢 如果Story Telling 或者你要針對 只有那8秒的Attention 你整件事 一定要做到relevancy 就是你覺得這件事相關才可以的 就是如果你整個… 就是… 有一些YouTube的名人 你一看到他的樣子 你就立刻想… 按… 按… 等著那個… Skip Ad的按鈕出來 但他其實好像告訴你 我其實有… 就是… 你知道為什麼你未成功嗎? 因為你不知道這條成功的方法 接下來 你聽我30秒 我就告訴你 那些…那些…那些… 那你… 你不… 你覺得自己… 那… 可以怎樣做呢? 所以我很想今天就會用… 就是從一個… 很品牌的… 那個… 由原本大家從很品牌 或者Story Teller的角度出發 去變魔術 變成了… 會不會由… 不是想那麼多品牌 因為你對自己的品牌 對自己的產品 你應該很熟悉 那我覺得想從… 那些觀眾那邊呢 去出發 因為你唯有… 你的… 你知道跟誰人說話 你才可以創造一個relevancy 你才可以吸引到它 那我就想想去… 怎樣跟它說話 那所以你如果有一個產品 在你的手… 有一個服務在你手的時候 你那些什麼features… 優勢… sword… 這些東西… 你全都在手了 那… 可不可以將它轉一轉 就針對著… 你那些audience的一些paint points 然後將你的這一堆features 變成… 我們想用一個paint killer呢? 那… 近來… 就是… 有些事情都很令… 全球的人擔心 就是這個… 這個… 藏室 是嗎? 就是… 去… 去…去…去…去韓國嗎? 12月中… 我不知道… 是… 在想著… 那… 那… 我就… 我就立即想著 如果我有一個這樣的產品 就過來問我 有沒有可以怎樣去賣的時候 那你會怎樣做呢?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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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又 OH... 那… 剛才不是有一條 chair嗎? 就是變魔術,對吧? mum… 那麼他需求 윤 Byведmann 幫我寫一些Seal Media Post 還有寫個 Post 他應該是做出來的 他真的推出了一些帖子 但我总是觉得 你知道我们一直在推出我们的創作内容 或者做得有优势和策略 我们觉得他总是有点硬硬的 虽然他已经很聪明地用一些表情 我会怎样做呢 我觉得这件事不是立刻用我去评论 人用一点点 我会去到Amazon上找其他同类型的策略 刚才有一个在这里 我会找BugBug 我会走进去看 很多网站不一定是Amazon 通常是review的 有没有看什么review的吗? 查的 看查的 我自己觉得是这样的 五星那些是飞机内容 我自己觉得有点 不是 也有真的 我不是说这样 一星这些是什么? 花生内容 很正的 都好看 但如果我真的做研究用 我通常会选择2至3星那些 2、3星那些我觉得最正的 没有说是绝对对错的 花生是好看的 但是有机会是些hater 你说什么他都欺利 都说爆一句 或者爆一大堆东西 或者是computer 所以2、3星是最值得研究用的 不如你有空没工作 那当然看一星那些做花生 所以我就找了那些2、3星的内容 就全部拌出来了 其实有点有时都挺好看的 但是以前就要逐个看 或者我们真的做 如果是 我在香港立刻一个品牌的时候 我们真的会再做一些 新来的研究 但譬如做一个preview的研究的时候 我就会这样做 把这堆review 你知道了 全部都放进去 然后我就会用一句这样的prong 是不是一定要是这样? 当然不是了 那我就会形容 就是 你是一个customer experience的professional 帮我把以下的review identify他的customer ping-point 从他的experience 然后呢 刚才 你也知道 speaker很好的 他说的资料是要做什么cleaning 和hygiene的那些 我觉得changgbt的东西 也好就是你 搭配一些无谓的东西 他已经不会理的 他就会把这些review 全部吸收下去 然后他就会做一个analysis 他就真的帮我出了一些customer的ping-point 但这些ping-point 不是说用产品来解脱用户的什么ping-point 是说他用对加产品的时候有什么ping-point 但我们这个人很有厚度的 我们是不会踩人的 我不是教大家踩人 但是你看着你对加 或者你看到几个competitor 有什么ping-point的时候 那你就可以做什么呢 我就可以把那些ping-point 吸收下去 根据对加的那些ping-point 然后你就做一个 professional的social media copywriter 那你就帮我写那些post 那些我除了吸收一些 不好意思 这个不是 那些analyze了的ping-point 我就会再把自己的product的资讯 放在那里 那他再写的时候 就会完全不同的了 OK 那original 那我未必展示一些details出来 那我就highlight少少给你们看的 就是原本他说的competitor的时候 有些 就是那个味道很重啊 就是很难去spray出来啊 那我就说 否则都不是很effective 那他就会based on 这些呢 就再加上我们本身有的product 就可以写出来了 OK 所以这个小巧妙 就是其实想告诉大家 就是原来我们一直都很focus 就是叫他写 但其实最紧要的部分 怎么写 或者用hook啊 用一些 吸引一些的字句等等这些呢 其实都是一些tactics来的 但如果说strategy呢 其实就是回归基本步 究竟那个方向 或者市场上面的真人 care些什么呢 这个我觉得是和strategy 和research 那一刻要去做的 那我发觉我 我们试过了 譬如Amazon里面 可以找competitor 或者香港的 香港TV4 其实就不是太多review 很多时候 但它会平升 但未必有review 就算你找不到 exactly 同一个地区的competitor 的产品 有时在Amazon 或者是淘宝 你找到相类近的产品 其实你会看到一些 可能不同的地区 但是global的users 他care些什么 那你会变成 你以前说的时候 就从你的brain的角度 去出发了 我想说些什么 就变成 user care些什么 去说整个故事 所以希望大家 会想一想 可不可以从 strategy和research的 那会出发的 其实有这两部 你做了一些 pngpong 你写了之后 其实后面 我觉得还有一些 可以再延伸的 譬如 可能你都听过 editing 可以有 有些方法 你写了一个post 其实可以叫它 用IDA的model 去写那篇文 譬如已经 general一篇文出来了 你可不可以帮我 review它 去用IDA 这个方法去写呢 这些的方法 我看 大概有十几种 这些是有 我看到是可以 很常 也很容易 可以用到 eida pass edit bab bab 由于今天 不是marketing的过程 我今天就不说这么多了 如果你不知道是什么 就别问我 问谁好 church pt 是什么 ok 你可以想一想 怎样去apply 然后就 edit 文章 就放在这里 这个是 editing的其中一个方法 所以今天就由 少少 review strategy 威廷我不用说了 大家都很熟了 去到少少 再后面的 editing的一些方法 不过其实如果你真的要再去 enhanced到你整个 contact marketing的内容 不论是 写在wordpress上的blog post 或者是social media的post 其实还有些是要想的 其实品牌本身的brand的persona 都很需要放下去的 例如你的brand的tone of voice是什么呢 如果你一直都做得很好的 就可以用我们刚才一位 我们其中一位参与者 他有提到就是 不如等一些之前的example 叫他analysis 但如果你以前都没有很意义 这件事是analysis 你都没有用的了 那就要想一想 怎样definite brandpersona 还有没有storytelling的factors 有机会跟大家讲一下 其实原来storytelling的factors 可能它包括 包含到authenticity 怎样可以在brandpersona里面 跟有结合够authentic 去讲整个故事出来呢 这些可能可以 未来我们再explorer多一点 那 讲了很多了 那我只是想 最后一个conclusion给大家的 就是 我知道坊间 一定越来越多的AI的工具 甚至乎你直接用checkGPT 都可以现在去建立自己的GPT 我相信就不是关于工具 或者不是真的关于AI的 我真的很相信strategy那部分 所以希望大家去develop 你的marketing的内容的时候 都可以想多一点 计算是什么 然后才可以放过它的工具里面 去做出一些最帮助你自己的问题的内容 不论是blog post 或者是社交媒体的 那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有兴趣在一些社交媒体的内容 可以scan这个GPT 我会定期发放一些我的社交媒体的内容给大家 有其他的问题 欢迎你提问 我希望可以解答到 也都欢迎你 可以拿我的contact 我们可以保持在社交媒体 或者email上面的联系 谢谢各位 有没有好问题 想问Bernie 现在还有少少时间 这个session 有没有办法可以improve我的CV的SEO 如果是我的利益 这个有两个层面的 你想是improve的 是写那两个层面 还是你再去进修上面 然后你的CV就会更好一点 我知道现在的HR 其实是用AI来投资 有没有什么办法 刚才你给了一个办法 就是去看下其他品牌 例如如果我是人的话 我的CV有什么办法 可以令我的CV容易被选择到呢 如果是人 我没有去特别研究HR去排CV 我问问我上司 例如那些 Testimonial 我相信一件事先的 就是我都有做过看别人的CV的动作 或者我其实也有些工作 去处理一些同学仔的CV 我其中一个point 就是如果你有个couple letter的时候 不要写到水石春那么长 或者你可以有个开段 或者结尾之后 你中间那些可能是bullet point 容易一点 就是一眼睛倒下去 就大概看到那些 你会用AI都更好 他真的可能会触碰你整篇文 但是人是不会的 是真的几秒 那你几秒一样了 不知道有没有8秒 可以抓到他的 attention span的时候 你就是一定要highlight 你的bullet point 你是highlight的 其实linked一样 我自己的linked不是一定最好 但是我都会 可能用emogy来做一些bullet point form 我会让人很快地看到 我在那个linked上 那这个是我自己做自己的CV 或者是cover letter的一个方法 就是看你的CV 看你的linked可以 我绝对不是一个好的声图 但是我觉得我有 因为我写 我觉得所有的 我写出来都是想 communicate到你的audience 去留意到 或者获得我的那个attention而已 那你很详细 不是没用 但是你 或者如果详细之余 你可不可以先有个recap 或者是建一个bullet point 让我觉得有些东西跟我relevant 我才会写下去的 所以详细之余 一定要有个很短的summary bullet point 谢谢 好 谢谢Wernie 我们接下来会有一个 给掌声 谢谢